反正啊我也迢迢迢完蛋了 迢迢的特点呢就是 因为现在的这个 他们的背景很复杂 这也搞不清楚 现在公众号现在是不给过 当然有的给过 不知道他在那里搞什么东西了 迢迢的特点是给你过 然后就弄死你 我也已经三个死掉了 要加上前面的已经四个了 那么 其他的平台我也不评论了 一碰这个话题 就是死人的话题 就是死账号的话题 就是被冗封的问题 不是 只是产品下架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学生问 为什么形象不好 下面这个回答就是 下面这个人回答就是 好不好的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但问题是 中国人是指谁 怎么产生的这个中国的声音 中国人的人自己是谁 是自己有个人突然出来宣布 我是中国人 我自己 然后你就听我的 还是通过所谓的民主决策 投票 我说的是真正的民主投票 就是到底是讲自由 讲自由这里面还有反面了 就是我强制你们 讲这就是只是我嘛 只听我一个人的声音 不是强制自由吗 自由的反面嘛 还是所谓的讲自由的对立面民主 来决定中国人是谁 谁能告诉我 中国人是谁啊 朋友们 通过 这个讯息 再看看 这不是